屏東曾經有一個地方 也發生了兒童相繼死亡的怪病 結果最後發現 居然是很深的仇恨在裡面 沒有錯 那麼這是發生在35年前的 一個真實的案例 那麼1985年的時候 當時突然間中南部有這個寺廟 當機起棟 那麼心明落下 說什麼呢 說南部會發生大瘟疫 然後這個新聞傳出來了以後 就沒想到 在屏東的仿寮跟仿山一帶 開始有孩子不明原因 大概都是國小左右 不明原因突然間暴斃 就突然間就口吐白沫 就倒下去以後送醫 然後就死亡了 死亡了以後到底什麼原因 然後再加上有這個牽屍 那異數就是說會有瘟疫發生 所以大家都非常的害怕 就趕快請神明來 然後來槓桿對不對 拿這個符袋修 然後想盡辦法要退煞 去煞 炸等等 然後也扳魚 籌神 趕快把瘟神 把這個所謂的瘟疫趕快去除 兩年足足死了七個孩子 然後一直到有一天 發生生態事 為什麼呢 一直到有一天 那麼突然間有一個小朋友 跟他們家事實上 他們家事實上之前已經有一個小朋友 在前一年已經也是因為這樣暴斃死亡了 這個小朋友也出現了同樣的一個狀況 不過他後來救火了 救火以後他說出了一件事 他跟鄰居的小朋友 鄰居的小朋友死了 他跟鄰居的小朋友在玩 玩的時候來了一個歐巴桑 他們見過這個歐巴桑 那麼他印象很深刻 這個歐巴桑是騎著一部50cc的 那種輕型的這種輕型機車 就是他後座會有一個四四方方 可以放東西的 他印象非常深刻 是紅色的 然後他說這個歐巴桑就靠近他們 然後跟他們講說 你媽媽叫我要盯著你們 一定要把這個藥丸吞進去 要不然的話你會跟其他的人一樣 都暴斃就死掉了 一定要吞 而且要盯著你們吞 所以鄰居那個小朋友就把他吃進去了 然後他也吞 但是他吞到嘴巴的時候 突然間感覺到一種苦味 就是很苦的味道 所以他噴了把他吐出來 但是即便他把他吐出來 已經中毒了 所以他昏倒 口吐百磨 後來送醫急救以後他活下來了 因為他活下來 所以提供了這個線索 緊接而來就趕快把死者解剖了以後發現 根本就不是什麼瘟疫還是暴斃 因為死者的身上 出現了一種杏仁味 氫化物你知道嗎 終於查到了一個婦人 叫做陳高連夜 然後鎖定所有的結果全部鎖定 就衝過去 然後去他家要給他約談的時候 現場看到警察來 砰的 噴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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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上邊 又不知道到底怎麼回事啊 一方面一組人馬把他送醫院急救 另外一方面一組人馬在那邊搜搜搜 天啊 搜出了一把一大把的藥丸 紅白的那種 一般我們去藥房會要被額外一塊藥丸 然後緊接來一塊一塊白色的東西都是氫化物 天啊 他到底要幹什麼 原來搞了半天 去年到現在他已經毒了好幾個兒童 七個人死亡 一個小朋友沒死嘛 但是他的鄰居喝了他藥酒 也連續死了兩個 他已經殺了 其實從頭到尾 各樣他已經殺了十個人 那他醒來了以後就開始徵訓了 醫警 以前徵訓的老刑警 都知道用一種方法讓他逼供 除了銀刑拷打之外 除了刑球之外 就用那種好像 誘導式就是你不用說 我都知道 就是用這種方式 結果才知道原來搞了半天 是怎麼回事 原來陳高連夜 那麼他們家很想要一個小孩 結果他因為婦女病的關係 他的子宮肌瘤等 後來去拿掉的子宮 他沒關係 然後沒辦法生小孩 沒辦法生小孩以後 又自認為得不到夫家的關愛 從此以後有一種聲音 像魔鬼一樣告訴他 就是要殺小孩 你知道嗎 結果問他說 那你這些這個青蛙物哪來的 這個青蛙物他說 因為他在騎那邊看人頭魚 以前你會墊魚 還有那個毒魚 放下去之後整個冰島 那個毒魚 那你去哪裡買的 去包括藥房跟化工店 以前都買得到 然後人家問他幹嘛 他說我要投魚 然後就買了以後 回家自己安裝 你知道嗎 如果不是趕快把他給逮捕的話 你知道他本來打算說可以的話 附近全頭全部要抬300個孩子 你知道嗎 要抬300個孩子 所以後來一審判死刑 二審判死刑 各位台灣自有這個槍決人犯以來 女性的死刑犯不到10個人 所以最後兩年 經過兩年的這個審判定驗了以後 陳高連夜就因為這樣子 其實他總共殺了10個人 不過最後還是以殺這7個小孩為由 把他判死刑 押父刑長 把他給槍決掉 成為台灣很少數 因為這樣子而槍決的女性 他也是台灣女性殺人 殺最多的這個殺人魔